2020年1月16日星期四 广民新闻通今天要带你来关心大道收费课题 首相敦马哈迪宣布 内阁昨天议决南北大道不卖了 而且从今年起 政府将调低由该公司管理的各大道过路费18% 首相说政府将保留南北大道公司的股权 也就是国库控股持股51% 公积金局49% 并且延长特许经营权的合约20年 他说政府是在检视所有由私人界向国库控股提成的竞标限制之后 做出这项议决 他表示这是最好的安排 并且能够减低人民的负担 敦马哈迪在出席国能一项活动之后说 如果这项收费能够维持30年 这就意味着30年后的过路费将会非常非常的低廉 无论如何他没有进一步说明 这是否意味着在未来30年大道的过路费都不会改变 换一个焦点 冰岛市政厅今天迎来一项记录 组成全国第一个由市政厅成立的交通纠察队 这也就表示冰岛市政厅的执法权已经化得扩大 并且即日起生效 这个获得交通法令赋权的就查队拥有和交通警察 以及陆路交通局执法人员同等的权利 他们可以针对44项交通违规种类开出罚单 其中包括闯红灯 驾照预期 滥用紧急通道 双线超车等等 不过 司机一边开车一边滑手机或者是听电话的行为 以及交通意外的调查 则不在他们的执法权限之内 冰岛市长尤端祥今天出席成立仪式之后说 就查队开出的罚单款额最低40令吉 最高300令吉 被开出罚单者必须在60天内缴交 否则可以被提控上庭 目前70名交通救察员已经穿上制服 熊啾啾气昂昂的在岛上各地巡逻 光明日报提醒冰岛的民众要注意了 今天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感谢收看 再见